這幾大棒 好了 好像開始啊 好吧 寶山都吵在那裡 去吧 ONE PIECE 那你來看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來看 木棒應該打哪一面 很多人都很好奇說 欸 白花木要打哪一面 蜂木要打哪一面 或者是 擊球的時候 木點應該朝哪個方向 今天就是會跟大家分享 滑木跟蜂木的差別 然後該打哪一面 還有剛剛提到的 墨點 然後還有一些木棒的一些小故事 我們先從白花木開始 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這是白花木 那它的木紋就比較明顯 如果說跟蜂木做比較的話 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差距 顏色超好多 木紋的深淺 對啦 木紋的深淺度啦 比較明顯的就是 白花木 那比較不明顯的 就是蜂木 或者是黃滑木 欸 我記得白花木是要打蜜面 沒錯 蜜面就是在一條一條的地方 稱為 懸切面 喔 這麼專業的 我們稱為 不要扭啦 蛤 蛤 蛤 幹 打書面就是在一圈一圈的地方 它會比較容易斷掉 那我們可想而知嘛 這種一片一片的地方 就會比較來的紮實 聽不懂對不對 上道具 這些書我們把它想像成是 那種空手到高手 在披木板 或磚頭的 你把他轉過來好了 因為這次都沒有付錢 OK好 他們沒有付錢 不用幫忙打廣告 好 我們一般的可能空手到 他們在做練習啊 表演的時候 他們都是仗批嘛 一片過得了 兩片過得了 有的可能高手一點 十片也過得了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改仗白 這樣就好了 批不了的吧 可以啊 手會斷 套用到白花木上面去 這個方向去擊球的話 會比較容易折斷 那這邊的話 比較不會折斷 白花木是這個原理 所以滑木就是只能打密面的地方 可以打這邊容易斷 那你要記得 廠商在做的時候啊 他一定是把Logo印在這個 書面的地方 就是要讓你用Logo兩側去擊球 大部分都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看著Logo揮棒出去之後是 講到看Logo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的人Logo面向自己 他觸棒之後可能會轉 他的手腕可能會翻 應該是講 擊球的那一刻Logo在哪裡 而不是說打之前Logo朝哪裡 因為每個人的轉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棒子轉了多少 才去決定你打之前Logo要朝哪裡 所以等於說他要先了解自己的揮棒習慣 這可以用 那在這邊呢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關於白花木的小故事 世界上第一隻白花木是在1884年 是清光緒十年的時候 那麼久遠 對所以他們拿白花木打棒球之後 我們還在皇上吉祥 OK 所以距離現在也是一百多年了 對一百多年啦 等一下他紅葉超棒是拿什麼 紅葉超棒應該是皇上吉祥之後了吧 白花啊 他們不是隨便拿一顆樹就開戲車了 去比賽還是拿白花吧 他們的可能是自己用手工出來的 阿里山群都群的 群群的 那剛剛講白樺木 講那麼多 蜂木咧 我帶手唱 你說這隻是不是 好 跟你換一下 OK 這一隻就是 現在比較常見的材質 蜂木棒 那我個人覺得啦 蜂木棒的單身是因為 白樺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砍伐 那個樹林應該也被砍的差不多了 像青木一樣嘛 青木已經沒了 青木是什麼 青木就是他們老一輩的人啊 一包裝是什麼 陳建堂啊 什麼彈性真的極佳 韌性很好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還沒有參與到青木那個年代 所以青木也是在青光旭 青木我都真的沒有做研究 有接觸過的可以留言一下跟我們聊一下 所以以堂哥的年紀來講大概是 堂哥打過那個八年 青木現在已經沒有生產 中國那邊還有青木 但是跟日本差很多 現在網路上也在流傳一些 青木流出來賣的 那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啦 有機會我們會去測給大家看 那我們講回 峰墓 峰墓應該是在1997年的時候問世的 那因為剛剛講過的 剛剛砍伐的問題等等的 他們想要找一個替代材質 試了之後發現有個木頭 類似白滑木 它一樣可以拿來擊球 它不會太重不會太硬 它的彈性又更好 所以就有了峰墓了 所以白滑木不是彈性最好 哪個彈性好 我們等一下跟你講 那我們剛剛聊過木紋的問題 峰墓它的木紋就沒有白滑木來那麼明顯了 原因是因為 峰墓的木紋比較密 對它的密度比較高 峰墓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它跟滑木一樣也是打密面 它也是打龍啦 它是打密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峰墓呢 它一開始也是打這個 一條一條的密面 那現在都改成打書面的 原因是因為 它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打密面嘛 但是他們發現斷放的時候 它的碎片會炸開 會炸裂 炸裂 這個會放傾群的啦 不會用放你們的啦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炸裂以外呢 它的碎片會飛的場內到處都是 那可能你一支斷棒結束之後 那可能場務啊 裁判都要去撿那個碎片 有可能會影響到下一個play 所以他們後來研發出就是 他們峰墓去打書面 第一個它斷棒就直接斷掉以外 它不會有碎片的產生 而且它發現它的彈性還比密面來得更好 那他們專家研究出來是說他們打書面的 比打密面的還要高出兩倍的擊球品質 沒有像大聯盟那麼有力量的選手來說啦 峰墓其實是四邊都可以打的 早期是打密面嘛 那後來又打書面嘛 那其實我覺得你們在家有木棒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 峰墓是不影響的 那滑木就只能打兩邊 那還有一點就是 壽命它就有牽扯到所謂 木紋邪律的問題 你是學這個的嗎 我不是學這個的 所以後來的那些廠商們就會把 LOGO印在這個密面的地方 使用著球員去打書面 就是LOGO的兩側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怕人家還是沒辦法辨識 末點就誕生了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末點 那一般都是標示在 峰墓 印峰墓 後來有些黃滑會標 末點它是標在LOGO的垂直處 就是如果LOGO是這邊 它就會標在這邊 它不是同一面這樣 它不是同一面 它就是要你用末點的方向去擊球 所以很多人會說 那我末點到底是要朝自己 還是朝投手 就是你在你擊球的時候 你的末點要朝投手 廠商標出來讓各位辨識的 像這隻也有 美系的球棒都會有末點原因 是因為大聯盟要求的 你可以讓球員清楚的辨識到說 該用哪邊去擊球 這個末點呢 它除了可以分辨 擊球方向以外呢 它還可以識別所謂的木紋邪律 是不是聽不懂 你以前學這個的嗎 我以前不是學這個的 那你怎麼知道 剛有人翻一本書 我剛好翻 木紋邪律指的就是 等一下我要翻個資料了 我要open book了 簡單來說呢就是這個 木紋邪律啊 如果說跟球棒的軸心平行的話 它的壽命會越高 如果說跟它的球棒軸心 超過三度以上的話呢 它的壽命會減少約20% 這麼細 蠻粗的吧 那雖然剛剛都有說 蜂木要打書面 但有的廠商也是會 把logo印在書面打蜜面 但這都不一定 這是看廠商他們的定義 大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 蜂木就是四面都可以打 尤其我發現 有一些日規的球棒 它會把logo印在書面 要求消費者去打蜜面 那美系的像這種 可能比較高階的球棒 他們就會要求打書面 那我再猜可能是密度的問題 借我一下 像蝙蝠 蝙蝠最有名的就是硬蜂木 他們比北美蜂木還要再更硬 那他們的蜂木呢 就一定是打書面 但它考成這樣的怎麼看 上面呢 啊它有墨點啊 墨點要幹嘛用的 墨點嘛 對嘛 所以我確定一下 像墨點在這邊 我握球棒的話 因為我揮是這樣揮 所以墨點是要這樣握 就跟logo一樣 你要管的是 你擠到球的那一刻 對 你的墨點是不是朝投手或捕手 OK 世界棒球規則也沒有規定 你說蜂木一定要打哪一邊 就是你自己打順就可以了 但是只有大雷猛 它就是規定 蜂木球棒一定要不要墨點 那日本就沒有 那講那麼多蜂木跟白滑木 那黃滑木咧 喔你最愛的黃滑木 沒錯 黃滑木是一個最近滿新的一個材質 嗯 這一隻嘛 你們可以看到它這邊寫一個 Yellow 黃滑木 我看不到 BIRCH 我書讀的時候看起來像BITCH 黃滑木就是它介於蜂木跟白滑之間 不要被那個滑字所騙的 它比較像蜂木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 那也是馬君宏 龍啦 幹你捏 剛剛提過的白滑木 蜂木跟黃滑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黃滑跟蜂木會比較類似 嗯 木完都比較切 對那白滑就是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 它的特性會比較像蜂木 它沒有蜂木那麼硬 那也沒有滑木那麼脆弱 它剛好介於中間 滑木的壽命會短一點 那蜂木的壽命會長一點 黃滑剛好介於中間 那一樣彈性也是 硬度也是 白滑很少了嘛 所以現在的球員 他們只能選蜂木 他們可能打不慣那麼硬的蜂木情況下 會開始打黃滑 所以現在很多一線的球員 都開始打黃滑了 包含最近很紅的大谷 那黃滑木應該打哪一面 黃滑木其實一樣 LOGO兩側 但是一般的黃滑木都是打樹面 它就跟蜂木一樣 那還真的跟蜂木很像 對跟蜂木真的很像 欸那彈性呢 大家應該比較關心這個吧 單純比彈性的話一定是 蜂木 黃滑 白滑 但如果說你適合哪種球棒的話 那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最硬的硬蜂木 它就是鑄牆不鑄路的典型 它很適合那種強而有力 像什麼林志聖啊 還有你的 我還好 嘿嘿嘿 他們這種強而有力的強打者 他們在硬碰硬的情況下 球會飛很遠 他們根本就 也不需要什麼加壓啊 什麼就是直接回出去了 反觀 白滑木它就是比較需要技巧的 木質來的比較軟嘛 所以它的球會在上面停留一下下 然後你有時間去做加壓動作 你的球會噴更遠 然後所以它比較適合技巧型的 對 就是你有時間去加壓的話 蜂木它沒時間去加壓 它基本上啊 碰到球就飛出去了 對 它打到就出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夠大的力量 你才能在它彈出去之前 對它有一個私利 所以人家還說 蜂木助強不助弱 球員在使用上覺得 蜂木真的太硬了 我根本就還沒擊到球 它已經飛走了 我根本就沒辦法享受到 擊球的感覺 擊球的快感 越來越多的人喜歡 黃滑的原因就是因為 黃紅木球棒就是 當你擊到球之後 比起蜂木 它還有一點時間可以做加壓 加壓是什麼 手腕啊 擊球的時候 手腕有些人都會去壓 正確使用木棒是 當你在擊球的那一刻 你的手腕是需要再多帶一次加壓 要再帶一下 對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白滑 它會黏球 它會黏住 再加壓一下 但蜂木會讓你完全沒感覺 就是反應時間 因為木材硬嘛 反應時間短 打到就出去了 白滑木就是可以停留一下 當然這是0.0.0幾秒的事情 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啦 OK 講了這麼多了 大家還記得我們球棒 應該打哪一遍嗎 那簡單來說就是打LOGO的兩面嘛 其實廠商都分好了 不管是什麼木頭 白滑也好 黃滑也好 蜂木也好 廠商其實都已經把LOGO貼好了 一定就是擠LOGO的兩側 比較少人會去用LOGO擠球 因為萬一魔藏的也不好看 這麼好看的LOGO對不對 廣告喔 沒有吧 太置入了 你剛剛就只特別拿這個獎 罵俊鴻 龍啦 幹你娘 OK 剛剛講的什麼木棒炸裂啊 木紋邪律什麼 那都是針對於大聯盟的球員 所以我們都不用care 其實不太需要care 因為我們是遺囑球員 第一個投手球速沒那麼快 我們的揮棒力道也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我們的木棒不會說 整個炸的亂七八八就是啊 基本上在遺囑呢 黃滑也好 蜂木也好 四邊都可以打 那白滑就 因為它是會有斷掉的問題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啊 我們是不是的 以你的power來講 你打蜂木有炸裂過 就是裂而已 不會到斷 蜂木就是裂而已 連斷都很難啦 所以跟別人講 炸裂的啦 對 滑木它這種片狀的木頭啊 它會一片片自己剝落 即便你不打它會自己剝落 你會看到很多人 你們這邊掃一塊啊 這邊掃一塊 就是正常的現象 不然就是它外表會有一點 pop pop的感覺 喔 對 它開始 可能就開始要剝落了 那剛講的是遺囑嘛 那如果我們的觀眾剛好有 甲族或甲族以上的觀眾的話 那你們就真的要好好遵守 LOGO的兩側啦 因為畢竟你們的仇手水準 擊球power都是更高一點的 那就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反正就記得 滑木 就是打 蜜面 那蜂木 黃滑木就是四邊都可以打 欸那我這個要打哪面 這一面啦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關於 蜜棒要打哪一面 還有末點要朝哪個方向 以及一些我們的球棒的介紹 那想要看我們介紹哪一個球棒 甚至想要看 青木的球棒 如果真的有的話啦 我們 早撤給你們看 盡力 盡力而為 搞不好很貴這樣 喜歡那影片幫我按讚訂閱 喜歡那訂閱打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222 - 打得低 - 不了 連你都打 - 打不 - 打不 - 對啊 - 等一下 - 被那個小尾根 - 切掉拍了對不對 - 斌封 - 切片不要吃零食 - 開一個小尾根嗎 - 要那邊點 - 陪切一下